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声字是 刀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 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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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学们你们有见过刀吗 有见过 我们可以在哪里见过刀 刀是放在哪里的 刀是放在厨房的 谁有用过刀 爸爸 妈妈 大人才可以用刀 小朋友可以拿刀吗 不可以 小朋友是不可以拿刀的 很危险 只有大人才可以拿 知道吗 同学们 同学们老师问你 刀可以用来做什么 刀可以用来切肉 然后切菜 同学们有看过妈妈 拿刀切菜 切肉吗 有哈 好 所以同学们 刀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你们不可以拿也不可以玩 知道吗 好 知道哈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字 我们一起读 妈妈 用刀 切肉 又切菜 我们再读多一次 妈妈 用刀 切肉 又切菜 所以刀只有妈妈才可以拿 因为妈妈要用刀 切肉和切菜 瓜子确咆 然后通古义 编 来办错 好 老师来教你们刀怎么写 íamos拿来刀怎么写 我们写 刀的笔顺 我们再写多一次 我们再写多一次 同学们 拿出你们的铅笔 同学们 拿出你们的键笔 我们第一次描出来 我们把这个曲线写起来 横,折,勾,撇,刀 刀,刀 同学们,老师在问你们 我们可以玩刀吗? 不,可以 那我们可以拿刀吗? 不,可以 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不可以 拿刀和玩刀 好的同学们,我们今天的华文课就上到这里了 拜拜